万语启悦 壮观震撼 打铁卡 我不是身上 火把狂舞 灿若星斗 宜家乐里生意火 从去年的六千多达到今年的已经突破了一万多 骏子锅里运商机 把我们儿子山这个地方打造为生态环保 来个绿色饰品的地方 话说获得感 今天走进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的西昌市 像你是春暖的美 凡凡是美丽海洋 走进春天里寻访新变化 话说获得感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璐欣 一年一度的话说获得感系列又跟您见面了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 我们节目采访的创业人物将近一千人 在这新年之初 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他们的获得感 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的西昌市 在西昌的穷海上即将上演壮观的一幕 面对如此震撼的场面 我们的记者是禁不住赞叹 此时万鱼启悦早已分不清往里船上 很多鱼直接蹦到了船船上 捞下这个鱼的鱼 它活了 刚才特别想捞一个那个 没想到这么壮观 这鱼网能有多少鱼 两三万鸡 两三万鸡 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吗 每天啊 大家可以看我们身上 哇哇哇哇 你不是有鱼已经跑了呀 还有更大的 在下面一会儿 一会儿把他们抱起来 你们照两张 是不是这么大的 是不是说一会儿让他们抱起来 那么大的鱼 让我上老场照片 真实的 洋大哥的话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看着我们的记者一脸艳线 终于有师父伸出了援手 这个鱼多少斤 三四四斤 最大的鱼多少 最大的鱼多少 最大的我们打的138斤 这也是个鱼头 铸鱼塞 铸鱼塞啊 这算今天这里边算大的吗 是啊 铸鱼下面 铸鱼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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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十四 三十多鸡 三十多鸡 三十多鸡的花莲吗 哎呦呦 他不要帮帮帮带到水里了 来看一下我 好我还当模特兒 哎呦好沉好沉 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 抱着这么活蹦乱跳的大花莲 要把握好平衡实在不容易 在我们记者跟花莲较量的时间里 孕鱼船已经装得满满当当 很多人说到了西昌一定要尝尝这个 穷海里产出的鱼 对 为什么咱这儿的鱼好 因为这个鱼啊就是那么一个小的鱼苗放下去 没有胃口鲨尿 孙天然的鱼身的可以说 就是鱼苗是咱们要定期投放 每年都要放 投放之后我们就不再管了 一直到打鱼的时候再跟它们见面 我们那个网是总长是三千米长 我们是从中间 步骑往岸边慢慢慢慢地缩小包围切 然后它就这个鱼就往这个鱼仓库里面沾 近期就出不来了 这就是我们打鱼人的技术 准进不准出 准进不准出 多霸气啊 准进不准出 对 等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那么多鱼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鱼仓库 对对对 这个名字太兴兴了 好 就这样一下 鱼是有点独起的 如果我悉得逼ίν了 你自己不知很独起 我喜欢的脚 你不知朝鱼 我姓太兴兴了 那就是全游戏 我来自家里的 大家也可以看 是不是直接在这洗鱼了 每天早上咱们都会直接吃饭了 对对对 我们就是天天吃鱼 你看 每天都是这个鱼 有没有说不想吃的 天天都想吃 我都想吃 我们都会吃 百吃不厌 百吃不厌 哎呀呀呀呀呀 师傅也是 美容的美容 美容上去吃到肚子的美容 直接敷脸了现在 大网队的师傅们 一共16位 他们一人一艘小船 吃住都在船上 从小在琼海边长大 他们个个都是做鱼的高手 每天师傅们轮流当大厨 新鲜打捞上来的琼海鱼 切成大块直接开炖 一会儿的功夫 鲜美的味道就漂浮在琼海上 四川的辣在这儿自然不可或缺 辣椒酱配着葱蒜一拨出 改好刀的鱼整个放进去 还少不了二斤条提味 一开锅辣香突比 船上一边挤 因为我们这个大网队 一共有16个人 加上我们这个设置组 你看这个卖想多好啊 我们这儿坐了一堆 然后双鸟还坐了一堆 大家是岛上捕完鱼 直接在这个生活上 吃这个最新鲜的 从海的鱼 不能帮我自己刷 我问一下我们设置组的成员 这个是我们那个普师傅 普师傅您说 这个在船上吃成饭感觉怎么样 这顿琼海里的早饭 简单而又丰盛 震撼吧 眼馋吗 这些大网队的师傅们 他们每人的年收入呢 都在十万元左右 周边以琼海鱼为主打菜的餐馆 移到了旅游旺季啊 这一天的销售额啊 更是可以达到三四万元 当地让人震撼的场景 可不只是发生在琼海 梁山遗族自治州呢 是全国最大的遗族聚居区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 是遗族同胞最热闹的节日 已经坐满几万人的场地里 还是不断有人涌入 一场极具特色的民族歌舞 率先登场 落谷波距离西昌市区 不到二十公里 大家聚集的 落谷波原生态文化旅游广场 面积将近六十亩 周边群山环绕 一圈山岗上 坐落着许多村寨 从黄昏的歌舞表演 到夜色下的灯光摇曳 重头戏终于来了 这里呢就是四川西昌梁丹移租火法的建设 这就是我们的主火堆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场的观众已经鼓起来了 前面山上这亮起来的 就是我们当地老百姓举起的火法 建设非常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一起鼓起来吧 不知不知 那么一样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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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知有用不知了 谁能不看起见着了 天然在歌了 是我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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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跑因为人太多了 特别多人想踩着进来 刚才我说来插一脚 这点之后是一阵忙跑 可以转着跑 然后一会再停下来 但是我觉得非常快乐 真的要到现场才能有这种生气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 那一定要来参加这个火把节 非常非常棒 在同一时间 作为梁山遗族自治州火把节主会场的 昭爵县古克德 则开启了更注重原生态的 火把狂欢之夜 随着遗族火把节的连续举办 西昌乃至整个梁山州都有了响亮的旅游名片 2018年火把节当晚 整个梁山州 共有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超过40万人享受遗族火把节的狂欢之夜 为了全力打造大梁山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梁山州以遗族火把节为主题 在8月5日至21日开展了各种系列活动 与洛古波乡相邻的安哈镇 是梁山州西昌市唯一的遗族建制镇 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 2003年建成新镇时 安哈镇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7000多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为了走出贫困 安哈镇依托本地优势资源 深挖特色民俗文化 大力实施旅游兴阵的战略 借助遗族火把节的影响力 打造原生态遗族风情旅游强阵 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 吸引游客近万人 旅游收入超过150万元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 都来自于当地的宜家乐 有时候自然的做计划 也有没有时间 提示最好 这海外的饭 我们甘车吃得多 income 这边的烧烤肉特别好吃 我们第二次过来 周末啊有时候都过来玩 我们经常到这儿来耍 他们瑜伽的烧烤 特色的烤乳猪 特色的鸡 多少人来了? 20多个 20多个人一共点了多少东西? 18斤乳猪肉 还有鸡肉 还有些素菜 能吃得了吗? 能吃得了吗? 能吃 味道好了吗? 问一下你们是今天开始这么忙在你们家? 精神都差不多这么忙 今天呢? 今天今天干嘛? 今天几点开始人这么多的? 11点多钟 那到现在一共大约有多少客人了? 有4、60个多人 我有什么? 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烧烤 却让一家乐的经营者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大概5点过就起来了 早上就开始杀猪杀鸡那些 一直忙到现在 我们早上吃了一碗面 连中饭也没有吃 阿嘎大姐算是安哈镇最早一批开饭一家乐的 他说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忙 我把节期间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 也是收入最高的时间段 数不成啊 好多人啊 边吃边走边吃边走 杀了二十多 将就三十只鸡 这儿杀了七条了 虽然数不清来了多少客人 但单看这些烤鸡和烤猪的消耗量 今天的收入肯定差不了 为了保证烧烤品类的供应 阿嘎请来了村里的十个人来帮忙 他们每人的工钱是一天八十元 所以即使自己没有经营一家乐 这些村民借助旅游发展 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那安哈镇的遗族烧烤 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这一盆是猪肉 这一盆是鸡肉 这个是烤的山鸡 所以它每天都要活动 不是关在里面的 所以它这个烤水的 又为别人的里面不一样 这有客人来拿东西了 经常来这家吃吗 我们今天是原来他们在吃过 他们说这些能够好我们起来的 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尝没尝过了 要不你尝一块嘛 你不能尝一块嘛 不好意思 从人家在这拿一块 没事 没事 你尝一块 他们这个是本地 用猪肉吧 可能要螺丝 确实 确实 这个肉最脆的 要螺丝要好吃 谢谢 谢谢 再来快嘛 再来快嘛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太热情了 咱们西场太热情了 直接让我们拿了两块大肉 确实还脆脆的 我先给你加点 然后 那您是怎么做出来 您就评价一下 这个肉是脆脆的 然后特别入味 是的 要把它尿拌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是真正的肥而不腻 这个时候把这个瓷 用在这里 非常非常的准确 你看这个颜色烤的 焦黄的 真的 你看 是不是才有人 仅仅是用盐 花椒 辣椒和菜籽油 拌匀腌制 就能出来这样的美味 难怪那么多客人蜂拥而至 流连忘返了 做满了 您这儿 一顿饭能做多少客人 一顿饭就有 可以做四五百个 四五百个 那肯定的 那这些东西应该是挺贵 也不怎么贵 嗯 你比如说人均的话 能吃多少钱呢 人均的话一个人六七十块吧 安哈镇有三张名片 民族风情 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 正是依托着三张名片 发展旅游振兴乡村 安哈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 这一点呢 全国人大代表 安哈镇长板桥村的党支部书记 于宾是深有体会 2018年春节期间 我们游客才一万多 呃 现在2019年 我们游客已经达到了七万多左右 从人均 巡收日方面说 从去年的六千多 达到今年的 已经突破了一万多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我作为一个安哈的人 我觉得 呃 非常的有幸福感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村干部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也很幸福 作为一个全国人的代表 呃 我想把这个幸福感 光荣感传递给大家 现在呢 安哈镇的宜家乐 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家 如果您是七月底来到西昌 那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西昌的骏子 在川青镇呢 就有当地远近闻名的 尔武山骏子一条街 大家往这儿看 这些全都是汤大哥的农家乐 今天要用到的 是的 全都是今天收购的吗 全部是今天收购的 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桌 椅子上 那一桌 那边有好多人在洗 这边啊 大家处理的全都是咱们的菌子 是的 这个比我们刚才摘的大多了 平准多 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集中 这个是多少钱一年 你收购的 这个是一倍左右 你们这儿一天的那种 这个用多少 可能要用三十左右 是吗 光这个集中 咱们集中要用三十左右 一天的时间 你这个农家乐 对 哇这个 效应多么好 咱们就知道了 这个太大了 那个我得拿起来看看 怎么还有这么大这个 弄断了是不是 弄不断 弄不断 这个也挺大 你看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叫鹅蛋菌 鹅蛋菌 鹅蛋菌 我们刚才看到了 鹅蛋菌 它是不是里面就是发黄的那种 对对对 鹅蛋菌 你竟然可以长这么大 它小的是这样的小的 对对 小的你看像鹅蛋 你看这个大的 哎呦 太过瘾了 要是这个这样的 我那个是长大的 嗯 这个 这个松茸 松茸 松茸不用我介绍 大家肯定知道 这个松茸有多么好了 对对对 很新鲜 早上才采下来的 你们这竟然 鸡松松茸 这个鹅蛋菌全都有 有有 还有什么是 特别珍贵的吗 还有这个虎掌 女生虎掌 黑虎掌 虎掌 这个虎掌 这个形象 虎掌 这个是多少些斤 这个是120 我们在山上见过的 没见过的 这里全都有 涂下二三十种 院子里都是满满的鲜香 我是真没想到 在我们西昌 在我们川芸镇 这个新农村 居然有这么多菌类 因为这个地方啊 它的生态完全好 我们当地的村民 对这个灵气的保护也相当好 对 所以零下资源就很丰富 是 然后就长到特别多的菌子 今天这些一共是多少 这个村民送来的 是吧 是在六七十个村里嘛 光这六七十个村民总共送来 今天总共有多少 那有两三百斤嘛 一万多两万块钱左右 就是一两万块钱的各种菌类 对 那像您的话 您一天您这个客人有多少 五六百吧 当地的菌子 可以炒 煮 炖 等 当地的菌子可以炒 煮 炖 等 锅底就很讲究 用大骨头和土鸡熬制七八个小时 把土鸡和骨头的精华融合在一起 然后加入各种野生菌 熬煮的时间越久 味道越浓醇 每天做这个季节哈 我们都要上来吃 包括外地的朋友 很多成都从前 包括成都周边大楼 我去年一个朋友过来说 哎呀 从来没吃过 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个特别受欢迎 菌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全都要来 就要没事的来尽吃的 这应该是西山周边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过来尝一下 味道非常好 鲜 鲜 就一个子鲜 一开始 肯定看样子都特别好吃 口水都流了一滴来 整个川兴镇已有几十家 专做菌子的农家乐 虽然此时是菌子的最佳采摘季 但其实五月到十一月 到这儿来都能有新鲜的菌子吃 再加上各种晒干的菌子销售 年收入二三十万元 对于川兴镇的很多农家乐来说 不在话下 有的也挣了钱 到外地去旅游再看看其他地方 然后有的也换了车买车 市委政府川兴镇党委政府 想把我们二五山这个地方 打造为吃雨生镜 生态环保 那个绿色食品的地方 我们村民心里面非常高兴 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 把自己的工作服务做好 2018年西昌市完成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18个 新村新债建设22个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17838元 同比增长9.28% 乡村振兴走在了泉州的前列 梁山最大的优势在生态资源 梁山的首位产业是旅游产业 那么梁山正庭乡村的路子 那就是依托生态资源 发展特色旅游 泉州现在通过旅游发展 脱贫的已经有十多万元 我们计划到2020年 就是脱贫工坚 这个灾茂的时候 我们的旅游产业能够达到 六百亿以上 真正成为一个自主产业 助推我们脱贫工坚 发挥后这个首位产业的作用 善于挖掘各个乡镇的亮点 串联起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链条 2018年梁山遗族自治州 接待游客4500多万人次 同比增长4% 实现旅游总收入430多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20% 把旅游产业打造成扶贫的产业 富民的产业 梁山遗族自治州摸索出了 适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